今儿早上龙岳来给朕请安 朕恍惚听见今儿是什么日子 今儿是四月十七 也不是什么大日子 的确不是什么大日子 朕仿佛记得是谁的生日 皇上 臣妾伺候您歇息吧 来 月儿 吃吧 珍贵 妹妹 你这是怎么了 非让我把龙岳带过来 也不说什么缘故 清妃姐姐 今天是皇儿的生日 慧嫔 这话可说不得啊 我知道皇上下了旨 不许让人提皇儿 更不许提龙岳的生母 可是皇儿她终究是龙岳的亲生儿娘 我不能不让姐姐带着龙岳过来坐一坐 以表一点心意 我知道你心里惦记着婉嫔 我何尝不是啊 我早看出来了 皇上表面是放下婉嫔了 其实这心里还惦记着呢 你看 自从婉嫔出宫以后 皇上除了去安平和齐嫔那里 就连咱们后宫 都不踏进半步了 皇上来不来后宫都无妨 我只惦记着皇儿 不知道她在宫外过得好不好 自从去年冬天 太后断断续续地病了之后 连芳若姑姑也不得空出宫去了 没事的 一定没事的 满平吉人天象 不会再有人欺负她的 放心 皇上 皇上 皇上您怎么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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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公公 苏公公 小豆腐 出事了 皇上 皇上您怎么了 皇上 皇上 怎么了 怎么了 皇上怎么了 苏公公 快快快 皇上突然发高热 快去传太医啊 皇上 快去吧您 是是是 太医 传太医 快 老君 快去把里头的香料倒了 这里头的东西可千万不能见人 记住 闭紧你的嘴 若香炉里的东西传出去 我和你都死无葬身之地 快去啊 好 皇帝已经移去养心殿了吗 是的 已经安排了嫔妃和众亲王轮流世纪了 世纪的嫔妃无需多 尤其不要妖媚的 就皇后 其妃敬妃 还有慧嫔就可以了 这 太医看了皇帝的病怎么说 太医说皇上迈向虚服 操劳过度 皇帝最近都在哪儿啊 皇上不是见大臣就是披折子了 不过也不知为什么 这几天总是不高兴的样子 那侍寝呢 都有谁 多半都是安嫔娘娘 要不就是齐嫔 不过侍寝的日子也不多 太后您若是不相信 可以去查一下靖世王的祭荡 事情发生在延禧宫 总和安嫔脱不了干系 可是皇帝最近都不高兴是怎么回事啊 尤其是这几天 昨儿是什么日子啊 惠太后 昨儿是四月十七 有何不妥 昨儿是非非晚嫔的生辰 这么说 就不干安嫔的事 哀家原以为她放下了 愿来如此 苏沛盛 奴子在 去告诉安嫔宽 沛哀家去看看皇帝 太后您歇着吧 您自个儿的身子骨也不好 要是皇上醒来知道了 岂不要怪在奴才们 没有好好地伺候呢 糊涂 哀家重要还是皇帝重要 好 诸心 赴爱家起来 是 太后驾到 太后官安 太后几下 都起来吧 皇帝可有苏醒的迹象 还没有 太医说皇上是高热虚弱 苏醒还得要些时辰 这些日子 皇帝啊 他真是太任性了 哀家知道他心里苦 也知道他不是个轻易失度的人 可是皇帝 太不爱惜自己了 太后一定要珍重自身 千万别再伤了自己的身子 这儿 你们好好看照着 每过两个时辰 让人回报哀家一次 让皇帝静静地躺着 别让人嘲扰 是 朝政上的事自会有人料理 太后安心吧 嗯 那哀家就先回去了 你多陪陪皇帝 是 好 完了 什么 什么 皇兄想念皇嫂了 这些年 皇帝放不下的 难道就你皇嫂一个 皇兄轻身易重 这轻身易重 是帝王家不该有的 这一点 皇帝就比不过你 皇帝zu